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吗 就是他就流露出来的这种自信呢 当然甚至有些人就说你自恋 但是你知道吧 我就是一个 我这种是一种受虐的心态还是什么 你比如就像余老师 咱们当然欣赏了 对吧 但是呢 我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优秀的女人 她就不该属于我 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怯的谎 你能理解吗 你这种人才不能理解 你跟你妈谈过这个事吗 我妈有时候给我一些很好的人生的忠告 我都记在心中 比如说我妈就经常说 说相好莫提前 提前伤情感 这就在我一辈子无数次的我都体验到了 坚勤出人命啊 赌博起贼心 这是你妈给你灌输的 余老师 这个还想谈独身吗 我啊 我们可以谈 但是我就是你这不是我选择的这个 昨天你讲到的一个结尾 我跟你用句诗总结 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这个所谓的独身女子 优秀的独身女子 她会处于一种叫什么呢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有过啊 都付出过 都尝试过 对吧 但是呢 到了一定的年龄 哎呀 就是重新再跟一个人呢 由陌生到熟悉 再好一回 是不是觉得有点没这个力气了一样的感觉 烧过的柴火再烧一遍怪怪的啊 或者说许多 每次都都烧 我是老房子着火没法救 是吧 好像你像她她的生活非常充实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很多这个这个还没有结婚的女性啊 哎 就跟她很像 就她们首先经济自主 她挣的钱比我多多了 然后呢 这个各种爱好 各种爱好 对吧 交往的都是文人雅士 而且自己也爱读书 而且自己在家里的生活呀 井井有条道 男的没法跟他过 你知道吗 他还养点多肉植物 养条狗 这男的就进不去了 他打开个抽屉 他每一个袜子他都卷成一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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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的 你连我的抽屉就袜子的你都看到过吗 你确定是袜子吗 你确定是袜子吗 我就是说她太细致了 基本都是什么颜色的 都是您喜欢的那种颜色 这个料有点大 我怎么不知道 不是 是咱们那个另一个女朋友告诉我 是吧 好吧 好吧 你问的好细啊 你说冯唐 你也有很多优秀的妇女 跟你特别好 你为什么没有跟他们 就怎么着呢 因为我是妇科大夫 大夫 你懂的 大夫怎么了 你老远不住 从生理的角度看 你不能趁火打劫 你要多抚慰 总是宽慰 有时缓解 人家又没找你做妇科检查 习惯了 我觉得很大的程度还是怕麻烦 实话讲 而且很有意思 你说女性 对这个性有没有兴趣 我发现 她写的小说里边 有很多情色的内容 我曾经认为 我说女性会不会有点怕她 或者老写这个 但不是 特别吸引女青年 听说女生是一边看一甩 如果把这些表写都删去 那该有多好 然后一边就看完了 我听说多数状态 但是删去了 就等于没看了 我就不知道 咱们可以转转话题了 转一个现在 复道 你看我 今年是凤凰卫视 20周年 又是于老师演的剧 大热 热播 对吧 所以为了回馈观众 我基本上今年 把我一个二个绯闻女友 全请了 请出来了 对吧 所以呢 我就不得不讲讲 她现在这个宣传 我有时候为她的人身安全 有点担心 你听说刘亦菲了吗 我刚刚听你说的 你平常不关心这些新闻 是吧 不会主动去关心 你比较关心 我手机上装新闻客户端 有时候会推送 你当时刘亦菲这个情况 你的判断是什么 应该还是粉丝疯狂 过火 那你不就是要抱一下吗 怎么光机 连人带身子 就会摔倒在地上了 就是你难免也会碰到一些 就是疯狂的 不理性的 那个粉丝吧 对的 你没碰见过 你没碰见过 一般都是我对人家疯狂 不是 对我疯狂 比如说当时跟于老师 对于老师你现在觉得 他这性格这么内敛 沉静的人 整天现在都得宣传了 你自己觉得心里拧巴吗 宣传其实一直有 就是每部戏配合的程度 不一样 其实十几年前拍戏也宣传 只不过网络没有这么 就是不像这个那么发达 我倒挺怀念十几二十年前 其实就是一步戏放 你配合的 手印的时候就站一下台 手印 然后或者就是配合几个有记者的采访 你谈一谈戏 谈谈工作就完了 但是现在因为你可能随时 你点开网络 你都能看到 而是随时一个人拿着手机就能拍你 他要看到了 就可以拍你随时可以传到网上 所以特别普及 你才会觉得好像铺天盖地都是 你现在有没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我还好 因为我选 我还是比较有选择性的 我只选择 比如说跟戏有关的访谈 说戏 或者在这个戏的期间 其他我做的很少 那我觉得 我倒没有觉得有特别的不安全感 但是我觉得 这种网络拉近了这个粉丝和这个叫什么演员之间的距离啊 那有些疯狂的可能也会存在 你愿意跟粉丝发生这个互动吗 我其实我自己认为 对于我这个职业来说 最好的互动就是我通过角色 跟他们互动 就让他们有感同身受 或者你演的这个角色 人家觉得 有像生活中我的部分 或者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互动 其他我觉得我也不太习惯吧 这才还是比较习惯 这个深受尊重的人民艺术家的这种想法 到人意里演戏的 对 冯唐粉丝多 你对粉丝和偶像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里边有好多非理性的成分 开始可能还相对理性 说我喜欢你写的 我喜欢你演的 慢慢的 它可能会产生一些 医学上叫妄想的东西 会自己给自己带进去 然后会产生一些 比如说以为他是你什么什么人 以为你会对他有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情感等等 就会有一些互动 一些幻想的东西出来 其实全是在脑子里 其实这样的人 你是因为现在 就是说你能知道看到 一直有存在的 他们都爱老爱讲粉丝 我后来我琢磨他们这个心里 因为可能我也有很少的几个粉丝 我就琢磨就心里 粉丝和粉丝也不同 有的粉丝是比较理性的 我估计像余老师很多粉丝 你能看的微博上看得出来 他比较成熟 中年成熟男人 有年轻的 有年轻 怎么搞姐弟恋呢 你那姐弟恋是怎么回事 我演的角色 我怎么那天看见一个标题 说余老师 说余飞鸿坦诚姐弟恋 不知道是戏里面吧 你没公开跟媒体 说过这事是吗 说什么 反的挺好 吓到 现在那个小十岁 没没没 瞎说的 我是说 但也有些粉丝 我觉得他在这个人 偶像身上寄托的感情 你真的是不能小看 我觉得 相比之下 偶像都变得非常娇弱 你知道我作为主持人 有时候会被骂 好比我们老 说实在的 这个老人 已经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了 我觉得 比方说 我要跟冯唐在一块聊天 那就互相挤对着 你算我两句 我分那两句 你觉得这很正常 他没什么 没错 但是你知道 冯唐的这些个粉丝 就不干了 可能就完全不干了 他会觉得我的偶像 不能容得一点点的调侃 玩笑 甚至如果你让他觉得有点尴尬 有点不好意思 那你就太不是东西了 咱俩那几个粉丝 我估计还可以 相对来说 比较理性 比较开的起玩笑 用果感多一点 可能那些纯明星的那种偶像 粉丝可能有点问题 你说你看 他有时候简直是 有一种类似于 有时候是类似于母爱的情感 就是孩子 这是我的孩子 对吧 有一时候 有的时候呢 又类似于一种父母 就是怎么说呢 他是孩子 你是他的导师的这种感觉 我老觉得这个里边 有人性很深刻的一种东西 就是你看 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 是不是他会有一种 类似于宗教一样的需要 或者说我们的人生 需要崇拜 比方说 咱就不妨说 我有时候看看这个 当年的那个纪录片 你说当年的很多年轻人 对毛主席 那个那种那种感情 那种那那那那那那种镜头 其实背后的心理机制 你觉得类似吗 人需要一个灯塔 就像船在夜里 你需要一个东西闪烁 比如说你假如说你是灯塔 我是你粉丝 我就希望呢 你按照我脑里的想法 当然是基于你一些特质 然后去说话 去表现 然后我自己呢 心理好处相当于 在这个社会上 有一个定海神针 有一个灯塔 我能看到说 我往那个方向去 只要他在 我现在就踏实 其实这么一种心理 宗教也好 领袖也好 明星也好 多多少少都有一种 有一个需要一个灯塔的感觉 其实躲不开的 你小时候长大 就是我小从小长大 也会有所谓的大引号的偶像 就是 是谁 我都想知道 你从小到大都迷恋过谁 邱叔珍 没有 看一看 邱叔珍 跟王晶一样 你会希望有一个肉猫的 有一个你的楷模 这个楷模呢 在某种程度上 把一些很抽象的东西 具体像 具象 他怎么说话 他怎么做事 然后他做了哪些东西 然后你会 自然不自然的 跟着他去走 我这样 其实在成长过程中 省了很多事情 其实是一种情感寄托吧 我觉得 你做演员 你也会有肉猫的 对吧 也会有自己 在某种阶段 比较崇拜的人 这有喜欢的 喜欢的人物 我问你 他们说这个女人的爱情里 一定要有崇拜 你觉得是吗 看年龄段 我觉得小姑娘是 小姑娘的时候 你现在呢 就得是鄙视 现在就有怜爱 平视 你现在就得平视 对啊 但是你能理解小姑娘 我能理解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我很难领会 小姑娘都会有过 我小时候也会有过 崇拜到什么程度 就是肯定是人家的经历 人家的知识面 是你在这个岁数 还根本没有 机会去接触的 或者是你了解到了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哇 那么了不起 就会有一种崇拜的感觉 那是爱吗 它那种崇拜 会激发你那种爱吧 那是不是成熟的爱 那可能不见得 那这种崇拜 又能维持多久 也跟着这个女孩子 而且看你表现 男人的成长 比如说这女孩子 成长很快 那男人还在这 等她到可以平视的时候 她就觉得 哦 只不过这样 如果她成长 还超过你了 那可能就觉得 那些都是 所有的男人 最后都会现原型的 所以才会有恐惧 对吧 不是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关系 最重要的是相互成长 哦 相互成长 对 共同进步 对 所以你当时 如果跟余老师 你会进步得更快 因为你总有担心 被余老师 平视或鄙视 这样你看 对有些 像我这样的亚洲男人来说 可能就有压力 他也许 平视都有压力 一定要人家仰视你 不是 不一定是仰视 就是 你说 我有一种想法 我觉得是不是 咱们这个生活质量 较低的表现 我接触的 也不一定是我 有些男的 他实际找女人的想法 是很有问题的 就是说 比如你 不是 比如冯唐吧 知道兄弟 你知道 他的注意力 都放在 比如说男人拼杀的战场 或者放在他的作品上 于是呢 当他跟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他希望得到休息 而不是 你还跟他想 咱得共同成长 好家伙 这家多些 这个我觉得 是不是说你 你设定一个机关 设定一个概念 我老在那儿想 其实这是个自然的过程 我知道你刚才说 特别代表你的想法 但就算你找了一个 仰视的人 你也得跟他共同成长 因为小姑娘 总会长大的 我改了 行吗 我改了 我早就改了 我要拿老眼光 看我 我现在可以跟你 共同出发了 他就属于那种 上次有一个话题 就是 我现在理解 为什么大家认为 你是直男癌 你总是 就像大家认为 你是直男癌 不愿意跟人做交流 总是小姑娘说 哎呀 这个肉体挺好的呀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不愿意 跟人分享 就是你平常 日常厮杀的 这个心路历程啊 跟人聊聊正经事啊 总是把人当成 哎呀 这个小姑娘嘛 手高白 对 他就是这样 他其实聊正经事 都是跟男性啊 跟他的这个 就是身边的女性 他其实 他喜欢那种比较简单 不需要他多聊 比较好安抚的 比较植物型的女生 也许这是我的过去 但是从今年 我早已经年初就宣布了 今年是我的女全年 我要为女性说话 而且我就要认识到 就说我一定要尊重女性 于是今年我就想到 于于于老师的时候啊 比较多 我们俩这个交流啊 这就我就又说到这个 这个地方 冯老师就是说 你看啊 有些这个粉丝 就我也有个别的了 就说我老是回复他们 我说咱要开玩笑 这么说说 就这么说说 可是要较真的话 对吧 我烦这个词 就说什么fans 就是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就跟他说啊 我说中文更有意思 你看中国古人讲什么 我喜欢那种 也可以叫粉丝 中国古人讲知音 也许我讲的很老土 但什么叫知音 我更喜欢那样的人 就是咱们是平等的嘛 是的 什么叫知音 你看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成语 叫周郎固曲 曲有物啊 周郎固啊 这周郎在这喝酒 旁边一个音乐家在弹奏 弹错了一个音 啪 周郎看一眼 这个音乐家知道 他懂 只有他懂 连我的一个小破绽 他都知道 中国人讲这个高山流水 秘之音呢 就是你可以 甚至你是真正了解我 你不是说崇拜我 而是说你真正懂我说的话 你怎么乐成这样 他忽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从这桌子底下 跳到桌子上面来 从武达 有点不适 从武达 变成西门庆了 去广告 去广告 千千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刚刚咱们不是说到 这个两个人 男女关系中 共同成长的问题吗 咱们俩其实有一个 共同认识的朋友 他之前娶的那个太太 好像也是18岁 就跟他 他年纪比他大 十几二十可能 那个女孩子也是崇拜 很喜欢 然后有恋情 对吧 但是可能十几年了吧 听说现在也是离婚了 对不对 我就觉得女孩子可能在 也在成长 从你刚才说的 比如说崇拜的过程 他从18岁长到30 他在成长 对 所以你现在的这个说法 我也就觉得 像你看我们周围 平常碰见很多小女孩 90后的 跟我们谈独身主义 谈这个婚姻 还有一种女孩子是怕老 所以他们为什么特别崇拜你呢 就觉得 我才在身上学会一个词 叫动灵 说你连年龄冻住了 是吗 年龄没有冻住 每年都在长 脸冻住了 就是说 他怎么都不老 所以 他们就说会觉得 哎呀 还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 哎呀 我要不赶快嫁人 过了30岁 怎么办 我要老了 回头率也没有了 我到时候怎么办 哎 那个时候我讲的 就表现出你说的这种成熟了 我就说 我的亲身体会是什么呀 我说啊 你的想法会变的 人是会变的 而且据我的观察 就咱们身边的这个女性 据我的观察很奇怪 就是说啊 等你到了40岁的时候啊 你就不是你20岁的想法 而且甚至于我观察到呢 在我身边年龄较大的这个女性啊 好像她活得比她年轻的时候 还更快活一些 就是状态更好一些 因此那种怕老的担心呢 实际上是一种年轻时候的虚妄 就是你是站在你这个时候想 哎呦将来怎么怎么着 可是就像我们一样嘛 20多岁的时候想象到将来 最后10年之后 你回头再想你今天的想法 你就会觉得 因为人就变了 你的品位也变了 是吧 能这么理解吗 导师 导师 但是我的人生导师 我在慢慢体会你刚才讲的一番话 你觉得 消化一下 你觉得你是 刚电视学院毕业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风华正茂啊 那个时候你觉得你更快活 还是今天的你 我肯定现在更快乐 嗯 不同在哪里 呃 20多岁的时候你会有迷茫 因为很多你没经历过 你你你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 嗯 没有答案 很多你没看到过 没经历过 现在是这个阶段是 你根本无所谓后面是什么了 啊 你明白那意思吗 就是特别 不知道那个词应该怎么形容 是崇拜还是 就是还是迷恋那个女人到三十的 因为我老 清熟那种感觉 不是 不是这方面 我是老觉得 因为我在20岁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做主 嗯 就并不是说人家给你安排什么 就是你你 没有信心 哎 对 你没有这个是我的人生 你就特别盼望 快到那时候 老觉得30岁的女人可以 什么都自己掌握 啊 对 其实我是特别 好像我没有那个 那个阶段说 哎呦 我马上要老了 还是我们因为那个时代不一样 所以我有这个心理 心理这个阶段 我特别清楚的记得 我特别希望自己快到30岁 那到现在真的冻住了 那么你想想老将来老了呢 养养老怎么办 或者孩子的想法也是随缘 随缘我觉得大不了 你有孩子 你有和没有 有了我也不希望这个 躺在孩子身上给他压力 他必须来照顾我 我觉得我是个不愿意给任何人 带来麻烦的人 就算我有孩子 我就到了年龄动不了了 自己就check in老年 叫什么 养老院 养老院 对 有专门的医疗护士 什么这种 是不是 我觉得这很好 你也不要给孩子带麻烦 他普天系的 到时候我就 在座回复合大 我再去看于老师 观念 对 就是你要不然你 你把自己 好 我生你 我养你 我就是为了老了 你来照顾我 我觉得这种特别 太实用主义了 互相的这个 这个交易很没劲 很没劲 对 对 那你期待50岁吗 期待60岁吗 期待70岁 那咋子不是这种期待了 不像20岁期待 期待那个30岁那种 太疯狂了 对对对 我怎么和那段期间 这没什么可期待的了 这时候 自然会来到 你就慢慢 小女生那个时候比 当然你现在还是小女生了 你会不会觉得太多已经经过了 太多已经明白了 对未来少的一些期待 会觉得是种失落吗 不失落 我觉得很舒服 就是 虹哥 你说 对 就是小时候你期待 你有未知想知道的那种 其实是特别忐忑的 你会自己不是一个 我一点都不怀念 就是二十多十几岁的时候 我也是 我不知道那种 我一点都不想 如果说人家说 你重返什么20岁什么 我一点都不想重返 我一点点都不想 没错 说实话 对 我觉得我就是活在现在 我觉得什么过去 什么初恋 什么美好年轻 我觉得那就是个傻叉 我呀 我呀不是别人 就我觉得我现在越活越会活 也是初恋遇上一管 我那也 就对我来说 我也不至于认为 那个什么 我觉得那些经历都挺好的 但是我不想 在 就是因为我不可能 在二十岁的时候 有我这样的心智 这是不可能对等的 对 所以这些女孩 其实不用担心 我就是说 她好像人生啊 就会随着你的见识啊 越来越丰盛的 越来越 冯哥你对这事怎么看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呀 其实上身下身 和四季轮回 这些东西 每个时代都有 她好的不好的地方 还是冰南架 挡水来吐屯吧 那有什么办法呢 你根本你想变也变不了 所以这个讨论呢 其实来讲啊 对年龄的担心 对年龄的讨论 实际上是没意义的 你只能接受 他们现在不是有 发明那个VR吗 对 他给你那个是 直观的 比你可能碰到 真正更好的铁 所以越来越多人 不愿意去 对 就是情感代价太高 对 我还得去熟悉你啊 了解你喜欢什么 没错 他这个他得到的 这个感官刺激 想谁就是谁 就完全是 这人呢 就是 其实是不是越来越自私了呢 越来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是的 自我越来越大 自我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越来越难跟人苟且 对 将就 你看原来小孩 你还不具有行动能力的时候 实际上整个社会培养的 你是自我 对吧 你是世界的中心 你是爹妈的中心 你是爷爷的中心 慢慢你到了上学之后呢 就大嘴巴扇你 就长得跟猪八戒二姨 谢谢大家